參加這次這個比賽 其實認識了很多新的B-boy 有些都是以前未見過的 有些都見過的 都很開心 認識了這麼多人 這次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香港人們怎樣看BREAKING 我想比較多是覺得以前 我們剛剛接觸的時候 很多都是覺得我們爛奏 無所事事 沒有事找事做 走在一起 有比較壞的形象 開始跳BREAK的時候 現在比較好 接受的程度大了 有時很多電台也會訪問 雜誌也會訪問 開始有點扭轉 加上一些電影影響 做B-boy的時候 其實生活方面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富有 可能他們柴娃娃幾個人 一起興致勃勃 想真的練好這件事 想很有興趣 喜歡這件事發展而跳舞 就不是一班壞人 所以一般人認為的看法 我覺得是一些錯誤 不要再以為他們是這樣 其實他們都可以有一番成就 只不過可能不是現在的事後發展 香港的BREAKING文化和發展 剛剛起步 雖然有十多年的歷史 香港發展BREAKING 但仍然未夠成熟 中學生為主 多數都是跳BREAKING 中學生開始接觸 日本韓國開演 可能很緊張就已經開始接觸 因為日本比較特別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出一些很小的B-boy 可能十歲都未到 就已經跳BREAKING 為甚麼 有人推動 有人推動這個文化 有人做這個文化 他們自然會發展得比較好 亞洲區 應該BREAKING 應該韓國和日本 這兩個國家最強 因為韓國就沒辦法 因為政府很支持 令到他們 整班人都很勤力去練習 這個舞步 所以他們的BREAKING 比我們香港會快很多 日本方面 其實他們本身的資訊 一直以來都很發達 其實他們得到的訊息 知識都會比我們早先 他們很會善用 一件事就是 看到 例如上網 看到一個很知名的人 很強的人 他們會即時請他們回來 直接去專注教他們 他們就會不斷練習他的東西 所以他們很快就會揣摩到 那種的技術 所以亞洲區日本會比較頂尖 而韓國就慢慢會追上他們 我們開始的BREAKDANCE 我們開始的BREAKDANCE 開始在1982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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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30年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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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DANCE 變得更多 然後 也會很流行 也會很流行 現在是很流行 我就是在我训斥的宣誓 我训练了一场跳舞 在那里有别人的联系 我训练了一场的宣誓 我一直以为了一场跳舞 我一直在做一场跳舞 我认为我仍然是一个人 我认为了一场跳舞 我认为你比较去的 中国人比较是一场跳舞 我认为我认为一场跳舞 我們是九州男士新生組 我們都在一起做的事情 但是這個隊伍自体是三年 三年絕對 一人一人七年或八年 都要是三年短い 我們有一個經典的運動 每次都在做的運動 每次都在一班 就像有一個經典的運動 我都在做的運動 超級有一點 我們都在做的運動 我們每次都在做的運動 每次都在做的運動 我认识到我们的世界中介绍 我认识到这些时候 韩国是非常大 它很高的领域 它很公共的领域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 韩国是在小国 有很多领域 很多人都在做的 那些人都在做的 所以我們都在做的 日本人 有很多人 但 有很多人 很有名 所以 韓國和日本 是在亞洲上的 我看大部分 中學生開始 我看不太大 但 但我感到更加重的角色 第一場的Semi-File是日本對日本 是Taske對Lowie Lowie 我覺得Lowie的Trick和Style 比較瀟灑 和Onbeat的感覺很準 他變化很多 由Hat Spin去搏很多事情 都做得很好 失手度很少 而Taske這下 經常都是他的招牌動作 可能評判見了太多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未必是很特別的一項 所以他也會大比數 剛剛4比1都輸了 給他對家的對手Lowie 第二場的Semi-File 是韓國對韓國的 是Sty Force對Raro Sty Force的Trick和Parm Move 都做得很好 他的Hat Spin和Frizz的Trick 搏得比較準確 跟他吃Bit 剛好Sty Force完結後 掉了頂部 剛剛Waro可以拿到頂部來玩 這一下他其實 玩沒有這一下 其實他的Bit弄得差不多 很多時候他都會用到 所以他很容易地 已經可以吃完Bit 去做到這個Trick 所以他比較優勝這回合 和失手度是沒有的 所以他優勝 Bit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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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決賽這場 就是日本的Lowie 對韓國的Bit弱 Bit弱 其實他們雙方 其實都很重火候味 因為去到最尾 陣性大家都一度Battle 他們都會比較 比較 比較 兇狠 我看到 Lowie的風格和感覺 都優勝過Vero 因為Vero在尾段 都不夠氣力 而且招式都已經很精準 因為去到決賽這方面 大家應該都是 由很多風格為主的東西 因為他的力氣 都支持不到 Power Move 我看到Lowie的 Bit弱和風格 都保持得很穩陣 還有火焰 火焰還不夠重 他的動力 現在仍然是很消失 而Vero去到尾段 已經沒有力氣了 他去到幾個早上 都起身 然後再起地 都是成一個 所以變化不十分快 所以優勝的 都是Lowie對面 Lowie 到最後一回合 他發揮 旗下的trick 以及吃Bit的音樂 都會比較強 再加上一點 剛剛最後頭那一下 剛剛按了Bit 他臨場發揮得好 當時的狀態和冷靜 都會比Vero Vero已經亂了 到最後 他的感覺已經沒有那麼穩定 和瀟灑 其實去到尾段力氣 其實力氣方面 大家差不多 因為已經很累 而且很多招式 已經在頭 這麼多回合中出過 在尾段 其實已經 去到意志 去用大家的意志 的感覺 或者是 吃Bit 或者是態度 去維持下去 如果不是 根本就是 喊不住 因為一實失手 很多B-boy 多數到最尾段 一回合就會失手 到最後 到最後 Lowie 仍然保持這個狀態 這個風格 最終Lowie 都勝出了這個賽事 他贏了這個亞太區的冠軍之後 他就可以去到韓國 參加這個 BC1的世界賽的決賽 非常嬉しい 非常嬉しい 本当に 泣きそうだった 但是 我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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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難得 但是 B-16 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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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気持ちが入って 我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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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ing 是一種 運動 藝術 用身體表達 一些 我懶得 它是一種 藝術多於運動 一種文化 都能農 柱姐 拿來 你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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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懶得